看老崔今天收拾点啥 哎呀我去这东西 哇了哇了哎呀呀呀呀 看看今天老崔 看着像是收了一大堆的货 一堆都是没啥值钱的东西 这是一个大爷那个刚才出去交给老崔的 在微拍坛上 他之前拍了好多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小币 你看这什么顺植通宝 这个重圣通宝 这种这种什么写着母钱的 都不太行啊 就是这一大一大堆这些东西 一共也不值多少钱 几千块钱的东西 那个大爷当时得花了一万多呀 在那个微拍坛上拍下来的 咱们普通人啊 尽量不要花好多钱去拍这些东西 咱们如果喜欢这些那个铜钱音源之类的呢 咱们可以多学多听多看 你看老崔这边 没有好多这种铜音源的书 你可以多去买一些东西 然后多去了解一下 包括网上我们这种知识类的博主 给大家经常分享一些这样的知识 这样的话你多学多听多看 就是尽量少花钱去买 因为你像这种的话 大爷其实运气还算不错的 买的至少都是真的 拍后来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都没啥问题 就是价值不大 比如说这个几十块钱的东西 或者十几块钱的东西 他花个一两百两三百去买 其实还是踩坑踩的比较严重的 大家反正多留个心吧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这种银源 同钱的知识可以关注老隋 带你了解奢品不踩坑